HELLO 大家好 我是汗蒙烏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要來玩不滅的布爾卡 因為剛好真寧有練嘛 就來用真寧打打卡 只是我真領戰力不太高 就3萬多而已 主要還是要靠戴倫斯打一下 不知道大家解完了沒 這個積分活動 大家在第二天就解完了 第一天先打任務 把前面的章節打一打 然後就開始刷HARD的最後一張 第二天我就不小心刷到超過10萬分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10萬分的獎勵是這個 KF4STAR 聖典格鬥加必中券 不知道大家抽到什麼 待會來抽一下 這是一些比較舊的角色 新的可能沒有吧 比較新的就沒有了 至少這次的那個 大門就沒有了 好 那個2000那隻有沒有啊 好像也沒有欸 不是2000啊 那個冬令信使好像也沒有 好 冬令信使應該都沒放進來 接你嘛 好 所以待會要玩之前我們先來抽一下 看能抽到誰 我順便把一些給開一開吧 把一些有時間日期的把它開一開 然後再來看一些格鬥加的召喚卷 像這個年糕應該是倒年糕嘛 倒年糕這個就還好啊 這次的活動 應該還有兩個禮拜多 這個應該還好 就加倍膠囊而已 然後這個召喚卷我爆倉了 我拼命說還是用不完 召喚卷我都破1000張了 每天就會拼命用 這個歡慶這個幸運券每天可以拿一張啊 在那個任務裡面 好像有200紅寶石嗎 我記得 看起來是沒有 有 有個200紅寶石 然後召喚卷3張 也是有時間的 然後這個30召喚卷是什麼東西啊 他是不是寫錯了啦 這個應該是膠囊吧 這個是那個覺醒膠囊啊 經驗膠囊 他這個寫錯了 小bug 變召喚卷 好 三張嘛 你們每天就拿一張在這邊 活動裡面記得拿 打那個幽靈王這邊就可以領一張 那我剛剛是抽到紅寶石 我覺得 紅寶石應該不錯了啦 金色機也OK啊 好 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開的 聖誕幸運箱喔 開一下吧 紅色 藍色 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就召喚卷 核心 好 我覺得他這個抽東西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有時候抽完之後 又從前面開始拉 好 這邊剩點格鬥架 我們待會來抽一下 就一隻嘛 一張 從前面開始來抽一下一些券吧 就只有幾十張啦 好 這邊有14張 時間抽 我現在都只能抽券而已啊 因為想要存紅寶石 我這個號紅寶石現在存到4萬了 就七騎士 結束之後不到1萬嘛 剩幾千啊 這個號沒有98血魯蜜歐 那我現在存到4萬了 好 20抽 希望能抽到想要的紫框記憶吧 但是看起來很難欸 剛剛出了兩隻五星都沒有 好 沒有喔 30抽 這個時間抽 這個時間抽都是RANK給的啊 我RANK也快400RANK了 以後就沒有那個時間抽了 就 早生早享受 晚生的人就玩享受 好 沒有 30抽 沒有 有 我最近抽卡好像會 常常會卡住啊 這個必中券 來必中一下 他一定是五星啦 所以是 會變色吧 欸 對啊 我記得要變色一下 好 女王 夢遊仙境的凡妮莎 沒什麼好東西了齁 哇 都沒抽到 這邊還有 3張10張 這種是可以抽到大門的 其實 召喚卷是這樣啦 當期的都抽得到 40抽 40抽啦 沒有 我上次 80抽召喚卷好像都沒有紫框欸 運氣差差 有一次 7 80抽 我記得有一次是這樣 好 都沒有啦 這個 不然就這樣嘛 把這個剩下8張3張給用掉 來來來來來 48抽 抽到了 啊 沒有用 金卡法 金卡法我的記憶都吃掉了 因為我要生合作角色 缺記憶就把它吃掉了 好吧 金卡法沒有用 真的很沒有用 就是你最好你抽到金卡法 建議不要練 因為真的沒地方可以用啊 好 抽到一隻 然後來抽一下聖點格鬥加必中卷 來吧 希望有用啊 這個人只要10萬積分就有了 積分活動 我還有2 bloc 喔 結果還是真0耶 喔 不是 1 bloc 1 bloc 神的話1個 1 b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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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我現在自新嘛 然後記憶的話看一下兩個可以五星了 可以五星了唯一一個 真厲害 好有人給我留言我看了一下 主要是在說洛克吧 洛克比較華麗那傷害的話真寧可能高一點點 但是洛克平衡角比較不容易死我覺得 好好我一個可以五星了 變成我下一隻五星角就是一個 我現在五星角有幾隻馬就 合作的這兩隻馬 雷伊傑爾跟這個戴倫斯 這種角色能五星是最簡單的 那剩下的 紫框五星就沒有了 所以變成我目前下一隻是一格 那我真寧也是缺一個記憶 只要再抽到就可以了 那來抽一下好了 我有兩個金代幣 抽抽看 這裡 反正可以慢慢累積你的300積分 到時候你就可以保底換出來 你缺了那個記憶也沒關係 沒有關係啊 我剛剛48抽出紫框嗎 那這邊就我覺得就比較難了吧 看看看看 來了來了來了 我pick up的選誰啊 忘了看 應該 應該沒關係吧 這個我有pick up 反擊量因為我沒有這一隻 主要是 他是 我這個號沒有 我另外一個號有啦 主要他是藍屬性隊長嘛 然後可以45%然後20%這樣 這是五星啊 六星之後這邊會再加10% 這是我pick up的 沒錯啊 我想說遲早要抽嘛 我就把他選起來 沒有選到那個女靈啊 缺女靈啊 K也可以啊 無名也可以 無名好像也缺一個記憶吧 我不知道啊 看一下 看一下記憶 無名沒有 無名缺兩個記憶 就可以五星了 好啦 那我先這樣吧 我覺得再10抽應該不會中了 好啦好啦 抽下去吧 給他抽下去吧 反正那金帶幣是欠到給的啊 哇 我就說我最近很容易閃退耶 然後我就搞不出來 抽個卡 然後就卡住 有朋友跟我說卡住的原因是因為你們工會的加成啊 開那個工會加成然後容易卡 我後來想一想也是啊 後來我常常開工會加成就 我這個號就變得很卡 好啦 沒抽到 合情合理嘛 合情合理 因為剛才已經抽到那個 板騎亮了 板騎亮是藍屬性隊長啊 那我是覺得可以拿來打副本嘛 就剛好就打這個 不免內不合卡 因為他打你真的蠻痛的 如果你沒有上藍屬性或是盾角的話 很容易被他打死 像我現在這個組合 女靈的話很容易被他打死 要手動閃一下閃一下 不然會死掉 因為女靈沒有那個極限護甲 沒有免疫 他免疫只有一個20秒的核心 不好用 不能爆氣的時候就無腦一直輸出嘛 那 無名的話盾角所以基本上不會死 而且無名的技能3是免疫 所以不會死 那這個是藍屬性的 負責疊毒的這個君娜 基本上也不會死 藍盾嘛 然後剛好剋他 所以基本上不會死啊 嗯 順利的話一隻就可以疊了 因為 這個君娜是雙劇毒嘛 你看這邊有劇毒 然後這邊也有劇毒 所以他這邊蠻厲害的啊 雙劇毒 然後打手也是劇毒 然後打手也是劇毒 那這一期的那個大門 東天性的大門是一個劇毒而已啊 就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個號沒有嘛 另外一個號只有90等 你要打這個至少一定要覺醒啊 至少要覺醒一星 你才可以去測他好不好用 強度怎麼樣 我就沒有辦法測 我就用我原本的君娜 我原本的君娜也是慢慢抽 抽起來的 有抽到一星這樣 就勉勉強強可以用一下 那我現在打的傷害是 第一組大概50-70M M是百萬 50-70左右吧 那第二隊可以打100多啦 因為兩個加總大概是200多 第二隊的話 我這個傷害是 用那個洛克 那我也可以用真靈 那我也可以用真靈 只是真靈 剛剛試了一場 我剛剛只有試打一場 還是蠻脆皮的 不是不能說脆皮 還是會被打死 因為那個真的蠻痛的 第二隊他打的真的還蠻痛的 你一定要回血嘛 然後回血之後才可以解除那個灼傷 然後再增加我們的那個攻擊力 所以你只要撐得越久 你的攻擊力就會越強 這裡的話我用三個都藍屬性的好了 我之前都試過 效果不理想 我剛剛有用戴倫斯 然後真靈 然後洛克 效果也不好 就很容易三隻就 很快死掉 因為那個灼傷真的有點痛 所以你還是得戴有回血效果 或是那個 白夜叉 板田一石白夜叉 白夜叉好像 是不是自己有回血啊 有點忘了欸 因為雖然有用他 但是他的核心就有點忘記了 技能什麼的 看一下 免疫嘛 然後 核心咧 核心剩下一個持續爆破 啊沒有什麼回血效果 可能沒有吧 我可能記錯 我記到別隻去 有回復效果的藍屬性就 乾枯大地七加色啊 然後瘋娜啦 比較強的我就講比較強的 哦 板田一石有啦 是那個 是那個金框的吧 金框的才有啊 這個是紫框的 所以沒有 好 好那我們來打一下吧 來打一下吧 那我就用這個組合打好了 因為三起剛好是真理上修嘛 那當然就用真理來玩一下 卡片的話我用好一點好了 我現在用的比較爛 先把它存檔一下 那到時候還要換回來 那到時候還要換回來 我想一下用誰的啊 卡了卡了卡了 這個好了 這個好了 這個被打有辦法提 大概就3萬6 3萬7啊 因為我沒有用那個 我沒有用覺醒石啊 那目標的話 是希望可以打到 225 225的話有一個高級槍化錘 然後你之後就是要 打到275啊 如果你可以慢慢槍 慢慢上去 你就是以這個為一個門檻嘛 225 275 325 這樣就三根嘛 然後380就失根 所以說 強的人會越強啊 因為他們 錘子會越拿越快嘛 然後絕食石就會越來越多 一直強化 那以上他就越來越高這樣 好那就來吧 我剛好打了一場真理 然後也是可以打200多 然後 我想了一下我去把真理的覺醒石給裝上去 那目前的戰力 大家看一下 4萬3 我就裝了一顆加10的覺醒石 好 這個一顆大概加個 多少戰力啊 6700而已喔 好吧 因為真理可能 戰力比較低吧 所以加起來也比較少 好 那看看可不可以打225以上 應該是可以吧 我也不知道 還沒試過 那就 來啦 來吧 開一下盤子 快點了 我的Move過了 被破了 躲不掉 不躲了 就被他捶飛了 又被他捶飛了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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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太難了 沒辦法我就是擁煉煉 好我死了 你現在是那個不死卡 所以我等一下就直接直接往生了吧 被他摸到我就往生了 啊我的大招用完了 趕快放趕快放 因為你那個氣灰值不見 啊输掉了 聽到你的殘掉聲啊 好我們的那個 褲子回血隊長記 這邊我就先盡量回去 真領不要太早死了耶 我只要不給面子啦 好好好不錯不錯 真領放了兩個奧義 換我來放了 再拖一下時間 這樣就225了 我已經練覺醒石了 啊 死掉了 真領死掉了 帶領無三星啊 真領死掉了 只有三星而已啊 如果你有四星啊 五星啊 應該就不會死了 不會死你就可以多打一些傷害了 唉 好吧 2622然後看看吧 白金五喔 白金五也是一個錘子啊 要275啊 275才有兩個錘子 這邊嘛原本225一個錘子啊 然後你要275兩個錘子 然後之後就是325 好 大概是這樣吧 我第一隊打了70幾M嘛 然後第二隊就剩下補 剩下這邊大概190M左右 那就先這樣吧 分享給大家 真領也沒有說那麼的 沒用啦 對不對 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的 大家參考一下吧 我剛剛原本是也可以打200M左右 200M以上 只是我剛剛把覺醒石衝到架石 衝到架石就有差了 但是就消耗了蠻多錘子 運氣不是很好 這次我覺得我消耗了很多高級錘啊 有點難過 看一下吧 從21級進步到26級 可以領個500紅寶石 500紅寶石 這個我原先是 原先只有打100M而已 這個不滅的布格卡 就是上次 上次 上一期 那我從上一期到這一期 我就進步了150M嘛 從100出頭打到260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吧 也不是說不能打啦 還是可以打 慢慢慢慢變強 跟自己比就好 不用跟別人比 好的 那就這樣吧 補齊的真領打布格卡的狀況 表現還可以啦 還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練度的話 我覺得還是OK的 那就這樣囉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